高雄警方21号巡逻时 发现前方车辆违规红灯右转 立刻拦下 警方在盘查驾驶和乘客身份时 意外发现乘客是通气犯 随即将人逮捕 详细情形我们连线记者邱燕宁 燕宁请说 好 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警方巡逻请勿时 结果发现眼前车辆违规红灯右转 立刻上前将车辆给拦下进行盘问 事情发生在高雄市21号下午一点多 当时车上包含驾驶一共三名男子 其中后座两名乘客海市通气犯身份 警方依法叫人给逮捕 先带你来听一段警方的罪行说明 驾驶违规红灯右转将被开罚 新台币六百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罚欢 而逃逸的外籍移工也将被送往移民署专请队 进行查处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先将时间镜头交眼棚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